可是问题是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 我们这种对于睡眠的观念 有一个执着的地方是错的 那个执着是什么 就是8小时 对 要睡足8小时 而且是必须一觉完整的睡 因为你仔细的去看 所有的哺乳类动物 都没有这么睡法的 就大部分动物是怎么睡呢 你养猫养狗你就知道 他这时候睡一会 隔一会醒一醒 醒一会他再睡一会 再醒一醒 我们人类以前也是这么睡的 特别在农业时代之前 当我们是游猎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祖宗是怎么睡觉呢 他是因为后来 你今天在澳大利亚 在南美洲部分游牧的 或者游猎的部族 是让你看到 他们身体其实很好 他们也很健康 他们绝少睡到8小时 而且他们绝少完整睡下去 他们大部分情况是怎么睡呢 是打猎 这个犀牛还没来 太累了 先睡会吧 哥们我们先睡 你等着 睡一个小时 犀牛来了 起来啪啪啪打 打完了回去 不然就吃饱了 再睡 睡个两三个小时 那边有老虎来了 赶紧走 然后安全了吧 好再睡两个小时 都是这么断 间歇性的睡 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都不长 不 现在就发现这么种睡法 其实他们身体精力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睡眠素质 就所谓深度睡眠 对 你们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你这个话题找他说是特别对 他那个节目 那个读书节目就被称为一个失眠者 在大街上抑郁 这是夸人的 这是夸人的 骸人的 夸人夸人 而且效果是就是跟我的节目一样 大家都说睡不着一看就睡着了 对 没错 那跟海上花一样 我最近这个睡眠有点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 产后抑郁症还没好 不不不 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时间表 我是什么呢 我现在晚上八点半差不多就睡了 因为我从小孩睡觉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什么呢 我以前是一般等他们睡着以后 我自己干点什么事 但我发现那个时间其实是垃圾时间 其实你精力已经不太好了 就在网上就乱看什么的 我干脆我八点半睡了 我早上三点半起床了 那个时间都是我的 那个时间就是不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不会有人给你发短信 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电脑都不开的 然后就完全是把电子东西 除了电灯以外 那些我都不用 就你看书也好 你干嘛也好 就很心安的 但就一出差又不行了 后来我最近看一本书 一个日本人写 他是一个鲁癌的一个医生什么的 他的 我看他那本书的原因 一般我很少买这种立志书 但他第一句话我就吸引我 他说我叫谁谁谁 是这个日本什么什么的医生 我九点睡觉三点起床 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他说你不能太早起床 因为零点到三点钟 是你的肝脏要去休息 中医也是这么讲 三点以后他说那个时间 一段时间都一直不睡 哎你不行 所以那个你三四点钟 然后到你早上你想你八九点钟 大家都请来之间这段时间都是你的 哦对 徐老师呢 徐老师都在看球赛 对啊 这个欧冠都是两点四十五分的 我呢跟他正好反一反 就我是三点多钟睡的 基本上是三点多钟睡的 那要是没有特别的事呢 我可以睡到九点十点这样 要是有事就没办法 但是不会连续睡 中间就会起来 人家我发微博啊 我们的小朋友们的粉丝们就会说 你还没睡啊 你这是没睡呢 还是已经睡醒了 就这样 你不会起来去看评论吧 我的不是 我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忘了谁 那个梁熙华吧 就我们原来的岭南的一个院长 写过一篇散文 就叫不跟食人争夺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这么贵 这个地方这么贵 所以呢他们就躲在新界 不到你中环去 这是一种 我不跟你最贵的人 最贵的这个地方争夺 第二 时间我也不跟你们争 你们从早上八九点 到下午五六点或者九十点 你们这么喧嚣的这个时间 我让开 我用半夜的时间 半夜的时间做功课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是这样 我不跟你们争 我用欧洲时间 其实呢 我觉得都挺羡慕你们仨的 你们不管怎么说 好像你们仨都还睡得着 要睡就睡得着 这种无耻啊 这种在我看来 断断续续 这是无耻的 我睡不醒 从来不会睡不着 对 你们就是心理健康吧 你们不知道就睡不着 我呀 跟睡眠已经挣扎了这个 很多年了 但是呢 我现在达到了一种境界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我试过很多办法 当然最初级的就是数多少只羊啊 我数一万只 我也睡不着 然后呢 我还不知道 后来医生就说 喝一杯红酒吗 喝一杯 后来不是喝一瓶了吗 最后我记得 我跟你们说过吧 就是说 你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归路 你知道吗 你今天喝一杯睡着了 明天就得喝两杯 很快 最后变成上酒饮 我长达去年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已经到达影响工作了 就是说 我一天晚上喝一瓶 每次是昏 把昏睡过去的 就强行把自己纳入这个 对了 这种睡眠数值是很差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给戒了 戒了之后呢 我今年我认为啊 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这个方向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呢 现代社会 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呢 因为要上班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 是因为你早上八点多 你起来上班 很多人是这个吗 我只要第二天早上有课 晚上就睡不好了 对 假如你不生活 你工作不规律 不是是自由上班者 到最后你有什么 睡着睡不着的 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吧 现在对于睡眠 有一个定义 真的像 所以文道有知识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专业的 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人类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这都是不科学的 就是说所谓睡眠症 你的失眠症 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 叫什么呢 叫你因为睡眠不足 而感到痛苦 而直接影响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 破坏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 睡眠这件事 它是法无定法的 对 说拿破仑睡四个小时 您睡 您不管睡多少小时 您不管什么时候睡 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 你第二天你能 你能 你清醒 就是说很多时候失眠呢 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 是你的这个焦虑 你有很多观念 你觉得我怎么睡不了八小时 我怎么睡不了八小时 我有很多焦虑 我当我不管它 我想头一天晚上 我一会儿醒 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 看书又困了 就又睡过去 到第二天呢 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 它好像在调戏你 你不理它呀 你反倒睡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你说一个 可能让你更忧郁的 你知道有一个 那个是赫芬敦邮报的 那个女创始人吗 就是哈菲珍 去年她就那个辞职了吗 对 她就是改去 就她后来去辞职 她写了本书叫睡眠革命 她现在不做那个记者了 她就是改做人的 就大宝剑一类的东西 那个马云还去投资了 她写了一本这个睡眠革命 她就是说大部分人 都有睡眠剥夺症 就是我们的睡眠被剥夺 她觉得四个小时 还是不太够的 她就举了一例子说 她有一天她跟一个人 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在吃饭 就很年轻的一个人 那个人夸口说 你看我前天晚上 才睡了四个小时 我今天经历那么好 她说我心里在想说 如果你睡五个小时 我们这顿晚餐 会更有趣一些 她就觉得说 你还是没睡好 她诊断那个特朗普 她说特朗普 就是典型的睡眠剥夺症 因为特朗普说 她自己就睡三四个小时 就狂躁 她说她那个典型的 睡眠被剥夺症 然后所以她提了口号 她就说 我是纪念 我就老觉得我一怒 我以为是更年期了 你是像特朗普方向发展 你就是没睡好 主持人从政 她就说 很多的大学里面的年轻人 她觉得你们就是睡得少 说你们不要考虑 毕业的时候 能够找一份什么工作 你先把觉睡好 这个是最重要 她建议幼儿园 要推迟去开课 就说不要早上八点钟 就让大家去上学 然后她提个口号 她就说就有一次她跟一帮成功女性 她说你们又经商 然后又当妈 你们都是睡眠被剥夺 她说我要提口号 她说叫 是sleep your way to the top 就说她就说叫一路睡上去 这个话是有奇异的 你知道吗 她说跟女的说 你要一路睡上 但我是说的字面含义 真的叫睡 说的是真的睡 不是一路跟人睡上去 她说对 你睡好了 睡好了一定能上去 因为我是也是一个长期 不会睡到六小时的人 通常四五个小时 而且几十年都这样 你去梦游吗 对对对 在街上梦游 时间呢 就睡四五个钟头吧 我大概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也听过刚才 易云讲这种讲法 我有一些朋友就这样 晚上九点多之前就要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三点来钟就醒来 然后他们形容 你们这种人形容的生活 是十分玫瑰色的 我早上起来天刚亮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 我天天在跑步机上 一边看新闻 一边看日出 然后跑半小时运动很好了 洗个澡 回来工作 四人皆醉我独行 对 然后大家都还没起来干活 他还要写专栏的 对 我已经把一 我六点钟就把一天上午的专栏写完了 然后九点钟大家还没上班之前 我公司的事用那三小时经历很好受 解决了 接下来这天干啥好呢 就回去跟同事吃吃早餐 怎么样就这样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我试过一段想这样的 结果我发现不行 我搞到怎么样 我还是像你说这个情况 而且我是适应不了时差那种 不是就时差对我没影响 我就算今天忽然飞到北美洲 照理讲该倒过来对吧 12小时 我到了那之后还是 还是做那里的三点之位 对 后来我终于我发现一本书可以让我们释然 我找到一本书 他就解释 没办法 这是一种生理式 这种生理式是基因选择的 就夜猫子这回事 是天然的 我跟文道是同志 对 我们是同志 这是没办法的 我最甜美的睡眠 就是那种倒时差的那种睡眠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飞到伦敦 一般到下午4点多我就困了 然后勉强熬到吃晚饭 你知道那种就是完全 我们面对着文道就在交谈 哪怕是谈很重要的事情 他都能看见我 对 赶快回去 一觉大家睡时 但你这个太悲 你想想看 你不是喝酒睡觉 就是要倒时差睡觉 你这个简直是不经一番寒厕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的状态 所以你知道吧 你有什么才能 我都不佩服你 你们刚才说的都有个假定 就是想睡的时候能睡得着 在我心里 这种人都是非胜即仙 没有 一般人都行 我们做记者的 你知道我坐车马上能睡 真的马上能睡 这种我跟你说 心理极其健康 我跟你说 比如谁心理健康 曾志伟心理健康 上次有一回 曾志伟和成龙 到我们那做节目 我就听成龙说曾志伟 说曾志伟 那个就是 那个时候大陆的水灾 他是演艺人协会主席 发动香港演艺人 你说咱们这次演艺人 捐款 怎么曾志伟做主席台 就召集会议 说大家出出主意 一军你先说 他一军说 曾志伟就这样 平平点头 他闻到说 平平点头 过了一会儿 他不说话了 他睡着了 睡着了曾志伟 这是心理健康 我们这边以前有个教授 就开会的时候 就这样 什么都清楚 你往来问什么决议 谁 体名 他马上全知道了 但是他就边睡 声音全发出来了 我知道了 那是一种病 那是一种 那种叫 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你长期觉得 他在打瞌睡 其实他不是 他其实又是有点睡着了 那叫什么病 我现在想得起来 我们本来觉得他是睡着了 但是他重要的事情 全部漏 不过听你们这样讲了 我发现 我人生的有几个重要的选择 都是由睡觉决定的 我现在突然想起 我以前没想这个问题 这意思是 该不该跟这个人睡 不是 那也是一路睡着 不是跟谁睡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也不是在上面 在下面的问题 我们全人类都是睡觉决定的 就没有错 那您说 一个就是我当初励志 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马丁伊登 就是杰克伦敦的小说 他里面这个人 小说里面说 他写小说的时候 一天睡三个小时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励志的时候 逼着睡三小时 对 一天就睡三个小时 我觉得这样才能做到一个天才 当然没坚持多久 就不行了 第二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有几个选择 文汇报做记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做编决 那个丁锦涛社长请我去 将来要编小说界 第三个就留在大学 做助教 我选第三个 原因很简单 可以睡懒觉 真的就是这么决定的 梁宇春有篇散文 叫春招一刻值千金 春宵 他不是春宵 他叫春招 哪个招 早上 春招 春招一刻值千金 他就是宣扬睡懒觉的好处 他说他最享受的就是醒了 不起来 然后就是你脑子里随便乱想 他说这是艺术的生活方式 他说本来你一天做的事情 是很机械的 因为你睡了懒觉以后 你下午就很赶 那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 他说你早早的做完了 像你们刚才讲的 事情很早做完了 他说那多无聊的 他说那这样就是 就非常专门有篇散文 所以你讲的这个 其实是有点饱汗不知恶汗机 你要今天更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的问题是 闹钟也换不醒一颗沉睡的心 是吧 闹钟也换不醒我沉睡的心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睡前 看这个电子东西太多了 有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干扰 完全有影响 中毒的 这种蓝屏 现在这个现在已经有确实的研究 就是临睡前看这个东西 是睡不好 不要看手机 直接影响你这个退黑素 直接刺激你退黑素的 什么叫退黑素 退黑素是一种专门让你睡觉的 就你没吃过那个药 控制你生物的时钟 导致生物时钟 导致时钟 导致时钟就是靠这个 我有一次 我就是因为在上夜班 我吃了一颗 他们说有两种 一个分量大 一个分量小 选了分量小的 可能我拿出来怎么着 我睡了13个小时 那天晚上本来我上夜班的 同事所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完全没有听见 我醒来我的手机上 无数个位接电话 但那一觉就是 我睡的这辈子最香的 13个小时 那个退黑素 我跟你说 对我根本都没用 我这吃一瓶我也不用 那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但是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就是跟你讲过 就是说睡眠 为什么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你的大脑 你觉不觉得大脑 就发热乌乌突突的 我一直记得在童年的时候 我的后脑感觉是清凉的 你看佛家讲得清凉 像抹的清凉油一样 脚要热 头要凉 对了 然后呢 你看吃这个安眠药 平常生活里都没有感觉 都没问题 甚至你看我听说像葛优他们也是吃安眠药 你看这证明表演 第二天演戏也不受影响 但是我发现主持这种需要快速应对的东西 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就是我宁愿失眠 我第二天入乡 不能吃安眠药 因为我当时吃安眠药那个感觉 就是这么说 我没吃安眠药的话 你说一句话 是吧 我三句话在这等着你呢 我要吃了安眠药 你说三句话 我一句话都反应不过来 就是这个速度 就这个感觉很明显 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写作的时间 就是12点到3点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效率最高 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效率最高就是早上醒了以后 赖在床上的时候 就是看着天花板的裂缝 把一天要写的文章都想好了 起来只要写就可以了 就是早上我觉得人生要早起 要上班 赚多少钱我都不敢 其实这就是个闲子 你说出了今天千万年轻人的心声 但是这个问题 应该调整办公时间 我这个作为社会建议 我觉得只要他们允许 不要炒股票之类的话 把办公时间做成弹性 让一部分人12点上班 8点下班 交通可以解决 对不对 噪音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有很大 整个城市的拥挤程度也会 饭店的销量也会好 所以文章 你作为青年导师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就是你看 我们在网上都能看到 我觉得这事真没办法 就是咱们第一季的圆周派 我还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想工作怎么破 就是很多年轻人 包括咱们族里的 就是90后的 他不想工作 后来陈南青说的好 他说不是不想工作 是不想上班 对 我现在真的发现周围很多年轻人 而且不想这个时间上班 太讨厌上班 工作是喜欢的 工作可以自己 比如在写自己 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不也是工作吗 对 但是我发现那么多的孩子 他不喜欢上班 你觉得这样 所有不喜欢上班 可以更精确的讲 是不喜欢在上班 那种组织化的环境底下生活 是不喜欢那种组织环境 里面的人事关系 而且是那种组织化的时间表 对 是不喜欢那个 就因为你想想看 我也见过现在一些年轻人 他们合伙开那种小公司 创新公司或怎么样 不是有那种共享的写字楼 或者什么 我觉得他们挺爱上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那些火年轻人 他们是人人平等的 然后是一群哥们 然后一边上班 你就觉得每天都觉得是 像我儿一样很有意义 那个联合国有 他们有一些就是 就做人事的 我听他们讲 说现在他们其实招人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于就是上班这个事情 说现在这些 他们叫迁徙一代 对 这个迷恋年 他们的迁徙一代 他们就是完全不在乎 上班时间 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框架 他们不能去接受的 还有他们不在乎 我今天没有了这个工作 马上可以换 他没有这种忠诚感 其实你说上班 朝九晚 是有一个 我对这个工作的 好像对老板 或者说对这份事情的 一种忠诚 就是说你花钱买 我这个时候就累来 我所有的这段时间 就是你的 就是卖身了 就是卖身 他们是特别反这个概念 就是说现实一点 就是有些公司 要是能够就让人家 十二点上班 八点下班 我觉得假如他不影响 他的整个业务的话 讲个最现实一天 很多人住在五环外 早上那个等巴士 爸爸妈妈在帮他们占位置 冰天雪地的这个车子 七点多的车子 爸爸妈妈五六点来 站在那里 让小孩多睡一个小时 多睡一个小时 然后小孩赶来 爸爸妈妈抢的位置上去 赶到城里 那个公司里 可能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打卡规矩 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说这个 荒唐 现在我觉得有的公司 我就觉得 打死我也不能到那去工作 就是他那种叫军事化管理 甚至老板还以此为自豪 就是说打卡 对 哎呦 那有的人呢 也挺冤的 输到一两分钟 就是输到一两分钟 当业奖金就扣了 而且有的人是什么 半夜想起来 今天忘了打卡 穿着个睡衣 就跑回公司去打卡 其实坐在那里的人 都在偷时间 对 他来了以后 进去打完卡了以后 他们上网 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何必呢 你把一个社会 做成这么 这是现代化 现代性的弊病 各国的创业的人那么多 创业就是你自己 不用上网 他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所以你就想起 扎克伯格他们那种公司 所以你知道 我想起什么 就央视这个新大楼 这个不是是谁设计的吗 库哈兹 库哈兹设计的吗 我曾经到他们那干过活 我发现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两种观念 实际上 央视的一些同事跟我说 说他也不大好用 为什么呢 没几间办公室 就是那个大楼 它是这么大宽的走廊 只有中心这个地方 有一块可以变成房子的 这个办公室的地方 可以变成康房 都是那个大空白的 是吗 后来我跟我合作 那个节目组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的公司 就是要围起来开点小会 不能让别人知道 说他这个房子太小 你看他是个什么观念呢 就是可能在库哈兹的想象里 就是当现代的 就是或者未来的年轻人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那都是随地坐一地 在地毯上 可能就在一个大厅一样的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迸发创意 拿这个笔记本电脑 你看 HG Newsroom 对 他设想的可能是那样 一种办公环境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种上班的压力 包括这种工作的这种压力 也是 而且中国现在竞争 过去咱们认为 中国好像挺低效率 其实我现在真的感觉 至少我生活的北上广 很多公司 我认为这个效率比西方还高 当然 高的有点受不了了 你记得我就说 那个送快递的那个小哥 哎呦 为了说让我 他很惨的 给他按个赞 他都能哭 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你说这压力是够睡不着的 然后我觉得睡 光是睡不着还好 就是压力再大过头的时候 就开始出种种毛病 你不觉得吗 很多人情绪都不太好 对 易怒 易怒 跟失眠有关系吗 我觉得 当然有关系 你不觉得中国很暴躁吗 一般而言 你比如说我们老出国的 你很少听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机场里面 航班误点要打架的 就让中国老打架 就没有一言不合就吵 就很奇怪 可以我这抱脾气 那个不过关于睡眠 我还是有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都没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 我认识一个人说不要多睡 你去世以后一直可以睡 对 你活的时间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你将来有的睡了 所以你只要minimum 就是说怎么够了就行 这是一种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 我很多网友 整天给我发的那种 半夜养肝 对不对 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要保证睡眠 对身体有好处 只有保证了睡眠 你其他的时间 才能好好工作 这是两种不同的睡眠观 你们觉得哪个有道理 我到现在都拿不定主意 不是 他不科学的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我看过这个科学论文 就现在知道睡眠对我们 为什么你睡好了 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在睡眠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在发生一件事情 类似于电脑的清零 对 你看电脑里 你有很多垃圾搭挖的数据 时间长了 电脑的速度就慢了 于是你需要找个清理大师 哗把那些多余的 但我平民在做梦了 那清零也清零 那也是在进行这个过程 只要你睡着了 你的大脑里的生化反应 其实就是在去除这些 所谓垃圾数据 垃圾数据 然后让你像这个脑子是不是感觉有点水洗了 所以你不想睡 你也不行 要不然你就成街上的暴躁一怒 为什么人家说女的 说那个一孕傻三年呢 就睡不好吗 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睡不好 因为你刚生完 要去照顾小孩什么的 对吧 就是很零碎的睡 我的感受特别深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我睡得比较少 或者是那个出差要赶早班机 然后以前我们就做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名地名就想不起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里面 在搜索一个东西 它转不起来 就像你上网一样 那个网络转不起来 它收不出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你 努力家在宗 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要吃点甜的东西 因为只有糖分 是可以穿透到大脑里面去的 你可能那时候吃点甜的 会有点帮助 哎呦你真是解答了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过去啊 老因为怕受女性不满嘛 我不敢说 但是这的确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孕傻三年 就是我这 我这 我已经联系傻了很多年 对 为什么 这话女的能说男的不能 是吗 就是不是 到后来呢 咱们那个扎建英老师 也给我解释过一次 就说 说我们没什么傻了呢 就是 因为这确实我不能说假话 我怎么看着很多女的 适宜怀孕呢 跟我说话有点失神 就眼神有点找不着焦距 那么 即便 我跟你说 即便是生了孩子 第一年 他回来工作 他回来工作 我都发现啊 这个女主持啊 怎么比以前反应慢一截啊 人家现在一股碍了吗 他傻乎乎的一种状态 晚上起床换尿布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他啊 不要说怀着孕这么一个负担 生了孩子的第一年 是吧 那可悲惨 妈妈是没得觉睡的 没得觉睡的 因为半夜还要喂一次奶 是吧 对 然后小孩子会哭嘛 因为小孩那时候不能睡枕觉 你当然也睡不了 真是 就是所以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扎建英老师的解释说 说你不能怪我们 就为什么呢 你想想 他说文涛 你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不让你跟成年社会接触 你就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通常还一岁 或者相当于三岁小孩智商的一个人 你跟他一天社会交流 天天交流 共处一年 你是不是会变得跟他一样 就是他说这小孩 妈妈就是这样啊 妈妈就是晚上要跟他 读这些个弱智的 也不是叫弱智 就是有一个 地址式的 心灵 跟他说些娃娃话 说娃娃话 有一个大白兔 还有一个大灰狼 他说我这样的生活过一年 你说 他别再做节目的 跟你说 你看大白兔来咯 那就已经很万幸了 所以为什么女人 我们还应该就是不仅要男女拼的 甚至应该女尊男辈 我认为真的是 男人就应该轮流去照顾小孩 如果生孩子 很多国家现在有这种 大灰狼一个男的去讲 但是你要在大灰狼的故事中发现 小孩子的智慧会被点到的 我又一次跟我女儿去爬山 我跟她说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我想跟她说风声水声啊 鸟的声音 她跟我来一句 我听到了云的声音 我就想说 这个你也在当中学点东西了 是吧 对 有文学基因啊 所以你看 我看见的那种 就像闻到这种啊 就是说 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说 就像原住派 你们先聊会儿 我睡一会儿 好他躺下就找 我有朋友就这样 睡15分钟 说15分钟之后 咱们出发 你们先说话 我有点困 睡15分钟 呼噜都起来 这种人 我经常发现的 他有一颗童心 他尽管五六十岁啊 你看他跟小孩一样 孩子不得了 对 不过 但这种短暂睡眠很有效的 对 你白天啊 对 比方我上课完了 这个中间 两门课之间有半个小时啊 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睡着 第二节课的学生啊 来敲门啊 弄去手捅了 对吧 你先重要协议之前 人家都说要睡一觉 重要协议之前 对的 做重大决定 重要协议之前 要睡个午觉 或者是短暂的睡一觉 你中间哪怕睡着的时候 只有五分钟 你余下来的十个小时 你就经历好很多